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楊凱銘 接著我們就來講解有關標題字幕還有轉場之間的應用 首先我先開一個新的專案 然後把它放到我的專案資料夾裡面去 接著給它一個名字 剩下的我就用內建的設定就可以了 然後把我的影片全部給載入 這幾支影片事實上是我在公共電視的公式創用上面所下載下來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打公式創用就可以找到這幾支影片 那這幾支影片呢我們想要做一個簡單的影片的合成 也就是說我們把它做簡單的併在一起做一個類似廣告這樣子 因此呢我們先對它的內容做一個粗簡 在粗簡之前呢因為這幾支影片我們稍微看一下 它的格式大小都是640x480 那我們也許就直接做一個640x480的影片序列就可以了 那為了方便起見我們可以直接拖著它直接去產生 這樣就可以直接產生一個影片序列 不過我們不需要把所有影片都放進去 所以可以直接把它刪除 然後在這個影片序列呢我們可以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按右鍵的話就可以找到這個重新命名 那接著呢在我給你的檔案裡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這樣子的一個時間軸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這個時間軸呢把它剪下來 在這裡可以直接貼上 那這是我們的前面的部分 那後面的部分 記得按Enter 然後這設定in out點 然後我們把它插入我們的影片 所以這段影片就被插入了 那接著第二段影片 那接著第二段影片 印點 然後後面這一個時間 然後後面這一個時間 設置out點 一樣把它插入 我們就直接插入進來了 第三個影片 第三個影片 直接設定為out點 然後把它插入 這樣所有影片都進來了 那當然呢我們可以直接稍微把它變成 第一軌跟第一個音軌這樣子 這樣我們在編輯上面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接下來我們要把字幕給加上去 所謂的字幕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用 比較傳統的這種標題式的字幕 那怎麼去產生它呢 其實它是在 file這邊new 這邊有一個東西叫做legacy的title 你點一下 它就會給你一個title的名稱 然後它的大小呢 會依據你這個sequence的大小 來做一個設定 也許我們就叫做title01 ok 好 那這邊呢就可以打上你想要的文字 我們在這邊的文字稿就是這個 我們簡單的把這個文字直接打上來 直接按Ctrl-C Ctrl-V 貼上就可以了 稍微移動一下我們的大小 那在這邊你會看到有個東西叫安全框 意思是 在這個框它有內框跟外框 在這個內框裡面確定不會被 字不會被裁切掉 那在這個框以外呢 它有可能呢 會被字會被裁切掉 所以大部分我們在做影片的時候呢 會讓我們的字呢 保持在這個外框以內 外框以內 因為外框以外呢 它有可能會被裁切掉 不過這是舊的電視 才有的規格啦 現在的 呃 因為都是數位化的電視了嘛 所以這個問題就少很多了 但是 可以的話呢 你還是盡量讓它維持在這個內框裡面 然後剩下的這旁邊的東西呢 事實上就跟 握得差不多 例如說 方Size啊 這邊你就可以 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甚至呢 我們一樣 裝裝調整池 預定地 造重金屬 這邊你看到一個 呃 這個文字 無法顯示 是它字型上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整個字型呢 稍微選擇一下 不過這個字型的選擇 因為 呃 中文字會比較麻煩 它有些中文字 它是 無法顯示的 所以你要 選到 呃 比較 呃 沒有問題的字型 這樣子才不會讓你的 字型呢 有些字跑不出來 例如說 像 呃 那也許你用這個 新送體啊 或者是說 用這個 微軟亞黑啊 看起來應該都 沒有太大的問題 不過 因為 其實我不太喜歡 在 呃 Pymir處理字體 齁 因為 它這個字體啊 有的時候在這邊 無法顯示出哪些中文字會比較正常 齁 所以 嗯 嗯 你得一個一個去找 例如說像 絕對會正常的是 像 呃 這個是 標凱體 應該是標凱體吧 對 這個絕對是標凱體 標凱體 這個是 呃 絕對會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 呃 字型有關 這個字型要去哪裡做設定呢 你可能就要 去網路上找 呃 能夠是免費使用的字型 然後安裝之後 重新開啟你的Pymir 那你的 呃 字型就會被載入了 只不過 載入之後 它是顯示哪一個 哦 這個就真的是麻煩了 你可能要 呃 稍微去找一下 呃 怎麼讓 這邊顯示的字型 是像我們Word看到的 但 這這很麻煩 因為 Adobe Premiere 它不斷的在改版 每一次改版之後 它的某一些設定方式都會跑掉 所以後來我就算了 我就很少在 呃 用這方面的 呃 直接使用它的字型 但是 呃 我會用Photoshop來處理 但是因為 呃 畢竟同學 可能沒有學過Photoshop 那所以我們就直接在這邊使用 呃 你稍微花一點時間找 應該是 還是可以找得到的啦 好 那 這邊我稍微更改一下 我要這樣子 上面這邊要 比較大一點 然後 我想這邊稍微小一點的字 大概50吧 欸 這樣子 比例還算蠻好的 然後 我要 目前是向左對齊嘛 我要用至中的對齊 然後我希望在畫面的正中央 所以我們可以稍微的 呃 設定一下 然後大小呢 在調整的時候啊 其實 你當然可以直接用這邊調整啦 這邊要直接把它 呃 拉大或拉小 都可以 但是因為我已經上下字 呃 大小不一樣 所以我會用 直接利用這個東西 來去做拖拉 拖拉的時候你Shift按住 它才會是一個等比例的縮放 好 我覺得這樣 差不多了 然後我要這樣子 顏色的話 我想稍微改一下 這幾個我想要改成是 紅色的字 這樣看起來比較 驚悚一點 然後呢 全部的字我要做 換個比較明顯的字型 我們用微軟 啞黑 這看起來其實 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呢 也許我們給它一點點的 陰影 在這底下 你可以看到 有個東西叫做 Shadow 這是陰影 我們這個字就稍微有點陰影 然後你需不需要增加 呃 外面的筆畫 或內部的筆畫 這邊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例如說 如果你要加外部的筆畫 它看起來就會像這樣子 呃 也許我們外部的筆畫 如果你想要做比較 不一樣的 它就可以看起來像這個樣子 都可以 就看你想要的樣子 那我 只是先做一個簡單的範例 事實上呢 在我們這個 這邊啊 它有一些 特效 可以使用 這邊有一些特效 你當然直接點選 例如說 你直接點選之後 它會變這樣 這這個 就可以看到 它會有一些 內建的效果 但我是覺得都 呃 滿慫的啦 你可以看你自己想要 當然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只不過字型可能要稍微 呃 重新處理一下 但我覺得 以目前這樣子來講 應該還算是可以的 好 那好了之後你就把它關閉 它就會在這邊呈現一個 title 你就可以把它丟過來了 那所以它就會直接在這上面 直接呈現 那 我們稍微縮短一下 但這個 這個title呢 內建是 內建是5秒鐘 這個是5秒鐘的一個 title 那不過我們影片長 大概有這麼長 所以你要怎麼去拉長它呢 直接把它拉長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有了這一個 我們接下來 也再複製一個 我們Ctrl C Ctrl V 那記得把它重新的 命名 我重新的把它放到這邊來 那我們title 2的話 它的文字是這一段 點兩下 點兩下 它就可以把它叫出來了 稍微變更一下 這裡 這裡 把這邊的字放大 這樣看起來還不錯 設計的話 你自己去設計 我只是簡單的做一個示範而已 OK囉 然後第三段 我們Ctrl C加Ctrl V 把它丟過來 一樣拉長 一樣拉長 就一起去 給我 你兒子 或是 滑鼠左鍵點著它之後去做左右拖拉 它就可以這樣鎖放了 至於這邊旁邊的功能 其實都蠻簡單的 你自己大概稍微簡單來看一下 或者是稍微操作一下 應該就可以知道 它相對應的功能是什麼 那當然這邊有一些工具 就是你可以去讓你的文字產生一些變化 但基本上我覺得都不太實用了 我不太喜歡用這邊的工具 不過其實你大概簡單的去使用一下 應該就可以知道它怎麼使用了 你就可以自己去點點看 那如果你的這個文字啊 想要做出題啊 這邊可以有出題 這樣看起來 看得清楚為主 看得清楚為主 不然其實畫面東西太多 有時候東西很難看得清楚的 所以我們要以 看得清楚為主 OK 那我們簡單的剪輯就已經 做好囉 那額外的稍微講解一下 那我們再新增一個 Title 叫 04好了 那這邊為什麼會以這張東西當作底圖呢 是因為我們時間軸在這裡 那如果你時間軸在其他地方 例如說我們在這邊黑黑的 那你點開來 它就會呈現黑黑的 那我們簡單來稍微的 介紹一下這邊的功能 例如說啊 像這邊有鋼筆工具啊 你其實是可以產生這樣的文字的 然後在這上面呢 我們用 這個工具 你就它就可以在字上 在這個線上面呢 直接產生文字 那 如果 其實我剛畫的這個是 直接產生一個圖形啦 這個就是直接 直接產生 被字曲線的圖形等等 這都是可以再去 編輯它的 那如果你不想要 直接把它刪掉 直接按Digit把它刪掉就好 那產生那種 隨著文字 隨著線段產生的文字的話 是直接點選這個 你直接 滑速點一下 然後這邊點一下 然後直接拖拉 再點一下 然後它就產生一個曲線 然後這時候你直接打上文字 它就會這樣 隨著這樣跑 那 基本上我是覺得這個很醜啦 我自己也很少 很少使用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這邊也有方塊啊 也有一些 東西 可以畫一些圖形 那這些圖形的話 在這邊都可以 變更顏色 甚至 在這邊可以直接 變更它的位置啊 等等 甚至變更它的 透明度啊 其實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我自己真的很少用 這邊的東西啦 所以 你大概簡單的 去試一下 就可以了 那因為 我其實是覺得是不好用 我大部分都是使用 基本文字而已 好我就先把這個刪除囉 那接下來呢 我們 有些同學呢 可能會想要做 字幕上的處理 字幕上處理 不過我因為我現在沒有把 新聞裡面的 實際的字幕 的內容 把它打成文字稿 那所以我們等一下文字就隨便打 那字幕的處理的話 其實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 在這個版本呢 他把字幕的話 用在這裡叫做 Captions Captions 你也可以在這個 Windows裡面 這裡直接找到 Captions Captions 也可以 那你點 直接點這裡也可以 你點這裡之後 他會進到一個 字幕的 設定 所以我們要 Create New Caption Check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直接去 產生一個字幕的 引軌 我們直接點 開來 然後他這邊問你說你是要 subtitle呢 還是要 其他各種不一樣的內容 那其實呢你 不太需要特別設定 你直接點選 用這個subtitle就可以了 subtitle就可以 按OK 那按OK之後 他這邊就會產生一個 叫做subtitle的 引軌 引軌 那這個引軌呢 基本上 就是我們 看我們需要在哪邊加入字幕 例如說我們需要在 這裡 就加入 我們從一開始就加入字幕 也許我們做個 在第1秒的時候 的時候才加入字幕 那這時候我們在旁邊這邊呢 就可以加入我們的 caption的片段 然後他的內建值是從 第29格到第 3秒29格 也就是說他是一個 3秒的 大概接近3秒的 字幕 看到這邊就有看到了 那在這裡你就可以打上 那我們打好之後呢 他在畫面上就會直接出現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他就直接出現 測試文字 測試文字 等等之類 那這個字幕啊 的大小呢 你可以在右邊這邊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是字中的 然後他是放在我們的畫面的 最下面你要當然把左邊或右邊或中間 其實也都可以 我大概放在下面是比較 合理的 然後他的文字顏色呢 你也可以去修改成你想要的東西 不過要以 看得清楚為準 看得清楚為準 那剩下你大概簡單的去測試一下 其實就知道了 甚至 你的陰影啊 的變化啊 等等的 都是可以去做 使用的 那甚至連 這個 文字的 這個 字型呢 在這邊也是可以做選擇 你就選擇一個 你可以用的 那也許我用的跟我現在的 一樣好了 跟我這個文字一樣 不過 不容易找 每次要找這個字 我都覺得 這一堆英文的 都看不太懂 他到底是什麼 其實要找下來真的是 有困難 但其實你可以用 鍵盤的上下左右 鍵盤上下 然後直接去 變更 那如果他OK的話 其實他就會變 如果不行的話 他就 他就不會變 所以這邊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的去測試一下 到底哪一些字 對我們這個中文字是 是 OK的 那不然 其實有時候用起來他會 他會怪怪的 總之還是要找到 合適的字型 好 那這個就是 標凱 標題 標凱字 那如果你需要第二段的文字的話 其實你在這邊直接 新增一段 他文字是不能 相接的 所以 你在 也許第二段在這裡 然後直接按一下 加號 他這邊就會 第二段 我們可以 直接先選 第二段 第二段 OK 好那所以 第一段跟第二段 他就 有不一樣的 內容 所以隨著我們的 時間播放 他就可以直接把你的 內容呢 直接的 修出來 好那這就是 簡單的 一個 上字幕的方式 這個字幕你只能 一個一個打 一個一個打 那這個字幕呢 其實如果 時間上的 配合呢 不是很好控制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 直接去移動它 甚至呢你也可以這樣 直接的去拖拉它 都是 很方便的 所以你可以配合你的 聲音的內容呢 去把它的字幕 給打上去 那如果當然如果你不要的話 把這個眼睛關掉 其實我們就看不到 我們的字幕 輸出的時候 也不會有字幕 所以就看你自己的 使用上面 要怎麼去做 使用 這樣子 好那目前我們現在的影片呢 都是所謂的 卡接 你看到 從這一段到這一段 他是直接這樣卡接 像這裡到這裡 他也直接這樣卡接 然後呢 其實我們還有最後一段 只要看見台灣這個字 沒有上 所以其實呢 我們可以簡單的 再來做一個 然後叫做 然後 按鍵台灣 字體我們一樣選擇 剛才的應該是這個吧 我要出底字 後面這裡我給它做紅色 這樣感覺比較有趣一點 然後 字中字中 大小差不多 OK囉 把它放過來 然後 我們總不能這樣子 直接就接看鍵台灣 我們來接看看 這樣看起來其實有點奇怪 OK 這樣看起來 情緒的起伏有點奇怪 所以我們總要 讓它有一點點的 平靜下來之後 才看見這幾個字才 浮現嘛 那我們怎麼樣做 所謂的色卡呢 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 叫做Color Matte 那我現在 它一樣會符合我們家 東西的大小 我們就直接按OK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選一個顏色 我要黑色的 然後也許給它一個叫做 你打中文字也可以 就看你自己的習慣 我要在這裡 然後 目前這一段來講 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 24到29 5秒鐘 其實5秒鐘有點久 所以24 我們讓它做 2秒鐘 24就26 OK 好 我這個只需要2秒鐘 進入2秒鐘的黑幕 然後再看見台灣 像這樣子 那我可以把它這樣接起來 所以我們這樣整段影片就好了 但目前我們剛剛講過 所有的影片都是卡接 所以為了讓我們的影片順利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轉場 會做一個轉場 那轉場在哪裡呢 在這邊你可以找到Effect 這邊會叫做Video Transition 叫影片的轉場 那轉場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最簡單的是這個融接 融接 例如說像這個樣子 那怎麼樣把這個東西加入轉場呢 事實上你只要 找到這個 Cross Dissolve 把它直接丟過來 丟到這個影片跟影片的中間 放開 它就會有轉場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 它就會有這樣子 的效果出來 那這樣效果 是不是最好呢 其實我 並不知道 因為其實 這邊的東西很多 你可以自己都試試看 你再把它丟過來 它就會換成另外一樣 像這樣子 或者是說 也許這一個啊 對不對 看起來也還不錯啊 但是我們現在底下影片有轉場 但是上面的文字卻沒有轉場 所以在文字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給它一個轉場 我們再一起看一下 其實這樣就很不賴了 那我們一個影片裡面呢 轉場的種類呢 最好不要超過兩種 其實基本上我都是用同一種啦 大概偶爾會用到第二種到第三種 那你太多奇怪的轉場組合起來 那整個影片會看起來非常的奇怪 所以整個影片來講 基本上就是用一種轉場 或兩種轉場就好了 那一般來講 如果只是很簡短的影片的話 我大概都只使用同一種 所以我會覺得 會在這邊直接把它全部加入 那有的時候你在接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奇怪 它就很奇怪 它無法接到它們兩個中間 只能接到它前或接到它的後 那沒有關係 其實你就先把它放著 甚至有的時候 要稍微把它打開放大一點 然後把它拉過來 它這個我也不太確定 它有時候就有點怪怪的 其實我有時候會這樣子 就把它放過來 沒有關係 放過來之後 再把它重新的接上 像這邊一樣 OK 這樣蠻 蠻漂亮的 然後這邊的轉場呢 我不需要這麼長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 點開這個轉場的設定來看 點它 點兩下 它這邊就會說 我的轉場時間是1秒 如果你需要進到詳細的設定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轉場 然後點到這邊 Effect Control 特效控制這邊 就可以看到它這邊的轉場的設定 你可以點它 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細部的一些設定 例如說它的時間是1秒鐘 然後這邊呢 它可以告訴你說 你的時間是從哪邊開始 但是它這邊不能設定 有時候它會怪怪的 有時候它會怪怪的 那有時候遇到這種 你看前面的這邊就可以設定 這裡 例如說我要是要從中間 我是要從前面 我是要從後面 你看它轉場時間會跑 或者是從中間 等等 那有時候它 這個東西跑不出來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怎麼辦 那像這個 有時候你就把它刪掉吧 然後重新給它其他的轉場 看一下 像這個就可以 可以 那像這個可以之後 你就先一樣 沒關係先給它 可以的部分 那看這個又不行了 你就換一個試試看吧 這個又不行了 所以有的時候它真的是 我不太知道它這個叫做Bug還是怎麼樣 就是有的時候行啊 有時候又不行 什麼之類的 也許是我這個 影片沒有靠在一起吧 放大 來看看 這邊 你看 好了它這邊又可以設定 所以 有的時候真的是搞不懂它 那好了之後呢 你再換成是 你想要的轉場 其實這樣就好了 這個我們一樣先把它放到 我們的中心 然後再把它 換成是我們想要的轉場 你看這樣就好了 那有時候 坦白講 真的不知道它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其實看起來 都還不錯 有的時候它會有一些 Bug存在 那這個你可能要自己 花時間稍微的了解一下 那這樣子就感覺還不錯 那像後面尾巴的這一部分 剛講過了嘛 在這邊 它因為 它這個轉場事實上是 呃 一秒鐘嘛 那但是這個轉場就太長了嘛 所以我們在這邊可以把它改成是 15個 然後 然後 它就可以彼此的配合 這樣看起來就 比較 正常一點 那因為它都是黑幕的關係 所以 我會建議你其實這邊也一樣在 呃 綁上一個我們的內容 也就是所謂的 黑色的 Color的 Color Matte 讓它比較 合理一點 OK 這樣看起來比較 正常一點 不會覺得 有點奇怪 最後這個我們把它放到最上面去吧 好 那這就是我們最後的 完成的影片 我們可以從頭到尾來看它一下 那為什麼在播放的時候 這個畫面呢 會呈現模糊的狀態 最主要是因為它是 呃 它需要電腦的速度在跑了 所以它會呈現模糊的狀態 那你Render出來的話 它看起來就會比較 正常 那當然你可以直接調整說 我要 呃 全畫質的來 運算 但是這非常耗資能 效能的 所以 呃 建議是 不要這麼做 那這樣看起來 影片還不錯啊 尤其是最後面這個情緒的轉折 然後再看見台灣 那 現在呢 我們的影片的轉場是OK的 但是聲音呢 聲音彼此之間也需要轉場啊 不然它是 聲音跟聲音之間 它是彼此像這樣子 呃 應接起來的 所以在我們的 呃 轉場這一部分呢 這邊聲音有 Transition 轉場 那內建只有這三種 那其實 因為只有三種嘛 所以你就聽聽看 哪一個是你喜歡的 那我就隨便抓囉 因為我現在是把音樂 呃 是關掉的 那一樣就是簡單的把它上上去 它會有 呃 健強健弱 等等之類 你看這個又 又秀斗了 喔 OK 這樣就好了 然後這邊 這邊 做一個 我只需要 15個 OK 好 這樣就最後這樣 淡出 喔 這樣 從頭到尾的影片就好囉 喔 那可以的話 你就可以在這邊做 呃 呃 Export 然後Media 然後做輸出 輸出設定在我們上一個 呃 單元已經有講過 那你再去稍微看一下就好 那如果你懶了設定 其實點選這個Match Sequence 喔 它就會做一個 輸出了 喔 稍微預覽一下 看這個影片有沒有問題 OK 好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然後看你要存在哪裡 你就直接按這個 輸出 啊記得稍微檢查一下 影片的 呃 是否 符合 然後音樂是否有輸出等等的 內建值應該是 影片呢 跟音樂呢都會輸出 然後最後合成是一個 呃 影片這樣子 好 那 呃 有關 這個文字的運用啊 跟這個字幕的運用 還有轉場的運用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 那同學一定要把這個功能 把它學會 Ordine